手套骨板块还能进吗 哇这个是最难回答的问题 今天最难回答的问题就是 手套骨还可以买吗 一个股票呢还可以不可以买 第一个是看什么 看你有没有一个方法出场 你的出场的方法呢 就能够告诉你 万一错的话 你会不会走 你知不知道在哪里放stop loss 还是呢 你要的是长期投资 我不要卖的 当然你是那种 长期投资不用卖的那种 你就要去了解这个公司的基本面 如果你是像我们这样子 比较技术派的 我们就是要看这个东西叫做stop loss 所以简单的讲 如果你看top glove 如果你能够承受10%12%这样子的风险 cut loss 一买的话如果他直接掉的话 你就cut loss10% 你能够承受的话呢 这样子呢就ok了就代表这个股票不是很危险了 所以如果你看到super max 你能不能够承受这个股票的价钱到这个紫色线 你能不能够承受这个20% 那个top glove是12% super max是20%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super max它起的比较快 起的比较快 当然它跌的有可能也是比较快 所以在这边你一个股票可以不可以进 如果你是技术派的 ok你能不能够承受这个风险 还有就是你有没有一个方法告诉你现在是上升趋势还是下跌趋势 所以上升趋势的话 我们就跟着这个蓝色的箭头跟着这样子去进场 下跌趋势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不要进了 ok所以呢这个就是你要评估 到底你能不能够承受这个风险 然后如果你输的话呢 你是输多少钱 ok当然赚钱每个人都会讲 哇如果现在买可以赚多少可以赚多少 ok不过其实讲真的 我们通常都不会去看可以赚多少 我们通常都会看 就是如果亏的话呢 是亏多少 通常呢我会看整个户口里面 整个户口里面呢 哪一个股票是输最多钱的 那个输最多钱的呢 我通常就会在不同不同的时候 会把那个输最多钱的那个股票呢 卖掉 ok 所以这个呢你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合不合理 对不对 ok 我把最赚钱的股票我就全部hold着 然后呢 假设我有十个股票 那个最亏钱的 ok我就会卖掉 你有很多全部都不会跑的股票 这样子的话 你整个户口呢就没有办法往上涨 所以呢在market涨 或者market再跌的时候 你一直要看的就是 哪一个股票呢是最好的 让你最开心的 ok 那个呢你要留着 让你最不开心那个 ok你要就是给他一个warning了哦 或者是你要准备离场 或者是你要set一个stop loss 让这个stop loss呢帮你呢就是替掉 那个最烂的股票 所以呢怎么样在市场上能够赚钱 在市场上能够赚钱 其实呢就是呢 因为你有抓到最好的股票 然后呢 你没有卖掉 这个呢才能够赚钱 ok 所以永远都要记得这个 如果你有看我的书的话 ok你有看我的 win big lose small 对不对 ok 这个里面呢 其中一个chapter就是叫做 get paid holding the best stock get paid holding the best stock 所以呢 你赚钱不是因为 你抓到一个股票今天起3% 不是 你赚钱呢是因为呢 你整个户口 全部都是最好的股票 整个market里面最好的股票 so get paid holding the best stock 那个就是那个重点 ok另外一个呢 ok就是这个DNO DNO呢就是 我们其实讲真的 最漂亮的一个股票 就是这个DNO 所以是不是已经完蛋了 是不是已经完完了 这个呢 其实还没有hit到 还没有hit到我们的那个stop loss 而且呢这个trend 你看这个system 这个system的好处 其实呢它就跟你讲 如果你从这边开始 你跟着这个紫色的线 你没有出 你就一直hold 一直hold 一直hold 它没有hit到紫色的线 你就没有出 它没有hit到紫色的线 你就没有出 你可以从 这个头hold到尾 就从这个6毛钱 hold到这个4块8 6毛钱hold到4块8 好不错耶 8倍耶 OK 它告诉我就是 这个紫色线呢 是一个很受尊重的一条support level 所以如果呢它没有跌到这边 其实就 都是很担心啦 如果你很担心的主要原因 其实呢是因为 可能买太多 可能买太多 那个就是你的风险可能太高了 好的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很出名 就是蛮popular的 这个Avanta 很多人也是一直在讲这个股票 Avanta 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 我看是最近很hot的一个股票 OK 所以很多人就讲 哇 这个Avanta怎么样啊 Avanta怎么样 OK 所以呢这个呢也是想告诉你 这个也是一个炒股 所以什么是炒股 炒股呢就是呢 庄家赚钱 这样子炒上来 然后给它跌 炒上来 然后呢 给它跌 OK 所以这个股票 到最后跟你讲的结论是什么 没有什么好下场 OK 所以这种股票呢 炒来炒去 没有什么好下场 然后呢 它会就是这样子 骗你进去 起两天 然后就给你套牢 起两天 然后就给你套牢 OK 起一天 给你套牢 套牢 套到全部人cut loss的时候 全部人跑到完了 已经哭到没有眼泪的时候 OK 这个庄家 他才来炒 为什么呢 他这个庄家呢 其实之前的video都有讲过 几乎每一次都会 讲到这个炒股 很多人都会就是问这个炒股 所以简单的讲 如果没有人买 庄家就会炒高 炒高 再炒高 就讲这个钓鱼 好像这个渔夫 他要捕鱼 对不对 捕鱼的话呢 他看到没有鱼来的时候 他会什么 他会丢那个赤料 OK 他会丢这个赤料 还丢这个bit OK 还丢这个赤料给那个鱼过来 对不对 OK 没有鱼的时候 他就一直丢一直丢一直丢 丢到呢 哇鱼来的时候 他就没有丢了 对不对 他就收他的网 他就收他的网 所以呢炒股 为什么我们不要做炒股 因为呢 你做这样子的股票 你就是被这个渔夫 引过来的这个鱼 OK 你已经进入了他的网 OK 进入他的网的时候呢 我看到哇鱼很多 OK 很多鱼进来了 他就快点收网 他一收他的网 你要跑的时候呢 你就跑不掉了 OK 所以呢 这个叫做呢 没有好下场的股票 OK 所以没有好下场的股票呢 就不要 不要动 OK 我们尽量不要动 这个 这个频道啦 OK 这个频道是不建议呢 炒小股啦 别的频道 当然呢 那些高手的话 OK 他们是可以炒 因为他们是高手 对不对 我们呢只是普通人 普通人的话呢 OK 就炒这种 普通人可以赚钱的股票 OK 所以刚才讲的这些 什么GreatTech啊 这些 OK 普通人 新手 应该赚钱没有那么难 因为呢 这些股票 他就是 一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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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管你是 反应迟钝 还是怎么样都好 OK 买卖股票比较慢 无所谓 因为这个股票呢 他会等你 他没有这样子炒高了 然后马上跌 所以呢 你就算辞进 或者辞出 都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你辞一天进 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你辞一天出 会不会完蛋 也不会 不过那种股票不一样 OK 那种炒股的话 你辞一天进 他就到顶了 你辞一天出 他就到底了 OK 所以呢 那个呢 就是 为什么 我不建议大家去做的 主要原因 到底哪一些股票 是不是炒股 我们能不能够去判断 是不是炒股 其实 只有到他跌的时候 才真正的 知道他是炒股 所以你讲 一个人 你怎么样判断一个人是坏人 他在平时没有办案的话 他都是好人 对不对 直到那一天他杀人的时候 他才是坏人 当然 如果一个股票 他每一次都暴跌 每一次都跌 每一次都跌 这种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小心 不过 就当然了 就没有办法肯定的 就是他永远都是坏人 还是他 这一次一定是坏人 还是好人 这个真的是 没有办法 所以呢 还是一样 我们要找的是大趋势 跟着大趋势 可以让你赚钱的 就是 好的股票 最重要就是 整个板块起 你就没有这么容易被骗 因为 这个股票不起 另外一个股票会起 所以整个板块呢 去看的话呢 看到的就是 一些电子股 还是不错的 像GreatTech 这个还是不错的 Inari 今天有起 当然 chemical的板块 然后呢 钢铁的话 可能安德鲁是 其中一个领导 P metal也是其中一个leader 所以如果P metal还是 uptrend 这样钢铁股呢 也算是 就是比较有希望 OK 所以这些呢 都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些股票 好的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 OK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OK 拜拜 拜拜